大家好,我是阿屎,今天又跟各位見面啦 各位看前面的開頭影片就知道我今天要介紹什麼鞋啦 沒錯,今天就是要介紹Lebron James 16代的鞋款 我覺得這個配色是Lebron 16代目前出過最屌的配色 首先介紹鞋之前,我們先來介紹盒子 我很少介紹鞋盒,但是這次的鞋盒實在是太多的細節了 我覺得他的鞋盒真的蠻好看的,我們來介紹一下 來,首先看鞋盒的正上方 可以看到有一個Lebron James的LJ的環光的標誌 然後中間有一個Lebron James灌籃的人像的圖案 好,再來呢,Lebron 16 有點反光的字,也是黑色的 不是很明顯,但是質感真的看起來很好 再來,這邊有他的簽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鞋的顏色是Kamkwa Black Orange Tennessee,就是TennesseeGuo,然後Kamkwa黑 各位等下就可以看到他實際的顏色 然後盒子這邊呢,有個獅子頭 代表國王的意思 然後這邊有個Nike 這整個鞋盒,我覺得設計的真的蠻不錯的 雖然我的有點皺皺,不知道被什麼踩到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雙鞋子的本體 這個鞋子出來,馬上腦海裡就會復興 非洲的音樂喔,有沒有 非洲的,部落的音樂喔 不能講人家補足 太歧視了 OK,部落的音樂喔,為什麼呢 因為這雙鞋呢,就叫做 Lebron 16 Edmos Safari 這雙鞋的配色呢,是復刻 2003年,MX-1 有一雙Edmos Safari 它的完全一模一樣的配置 它為什麼這次剛好要致敬 2003年MX那一款呢 因為2003年剛好是Lebron James 它出道的那一年喔 那Lebron James呢,從去年開始 就出了一系列 叫做Lebron Watch的系列 就是Lebron James的鞋款呢 在配色上面復刻 以前經典的鞋款喔 比如說去年15代的時候有復刻 Halwood Classic,還有 MX-95的OG版本 還有等等很多配色 像今年呢 16代也復刻了 超人系列啊 還有最近出了一個 Air Trainer的 Bronos 配色也蠻帥的 但是這雙今天介紹這雙 實在是太屌了 來,我們來介紹它的細節喔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它底部的 這個人家看起來以為是斑馬紋喔 不是 其實設計師一開始在設計這個配色的時候 這邊呢 的靈感來源是鴕鳥皮喔 有沒有大家看鴕鳥的脖子 是不是這樣子一點一點的 鴕鳥皮的概念 然後再來呢 它這邊 它這個皮革很硬喔 很挺 再來靠近腳踝這邊就是比較有彈性的 伸縮的 有彈性的鋪喔 讓你穿脫比較好穿脫喔 那再來 鞋帶的地方 它鞋帶設計很妙喔 它中間有個拉鍊 中間有個拉鍊 我先給各位看 它的鞋帶設計 它是中間穿了之後 一邊自己穿自己的 那中間有拉鍊 最後在上面綁喔 然後看到中間呢 中間拉鍊 拉開還有細節喔 拉開來 中間寫的什麼 Nike AMX 有沒有 這是致敬我們AMX ONE的 然後 這雙鞋出的時候的廣告呢 也有跟變形金剛喔 所以各位看到 拉鍊拉開的時候 這兩個耳朵有沒有 很像大黃蜂的耳朵 大黃蜂的頭 就是這個形狀 非常酷 這雙鞋呢 因為是這樣子設計 所以也有人的穿法是 直接把鞋帶都抽掉 就直接用拉鍊這樣子穿喔 感覺有點像 Gary Payton 鞋子的穿法 用拉鍊式的 我原本也想示範給各位看看 鞋帶都拿在用拉鍊穿的穿法 但是我發現這個皮革實在太硬了 我沒有自信抽掉之後 我還綁得回去 所以我就想說酸了 再來 我們講到它的中底氣墊的部分 這雙Lebron呢 不愧是Nike的招牌喔 它這雙鞋用了他們最好的科技喔 它的中底叫做Zoom Max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Zoom Mate加上 AMX氣墊喔 兩種招牌氣墊 合在一起喔 導致它的腳感非常的好 它的緩震呢 回饋不會讓你太軟 不會太硬喔 穿過都說讚 再來看看它的鞋底 經典的GUM的配色喔 跟AMX ONE的時候 2003年的配色一模一樣 分成前中後三段 跟標準的Lebron16代一樣 後面有個飛升灌籃的標誌 然後前面呢 有個環灌的標誌 這雙鞋的抓地力超級好 看這個科文就知道了 好再來看我們這邊喔 裡面的勾勾跟外面的勾勾 也是復刻AMX ONE以前標準的陰陽配置喔 裡面是綠色的 外面是橘色的 然後它的鞋墊 裡面也是綠色的鞋墊 好再來看後面喔 我拿另外一隻給各位看 後面的NIKI GOGO 也是採用陰陽配置喔 一邊綠一邊黃喔 我個人是覺得 它如果可以用復古的上面有鞋 NIKI會更好看一點 不過這樣也不錯啦 那接下來呢 我來說說這雙鞋呢 穿起來的感覺喔 我穿起來覺得有一點點緊 我拿原尺寸 拉鍊拉起來會有點緊 鬆掉就還好 所以也不至於到很不舒服啦 但是如果是想要穿舒服一點喔 不做運動 只是休閒穿的時候可以買搭扮 如果是有可能會穿起來運動的話 打扮就建議買原尺寸 這雙鞋真的很酷 有外表 有深度 有內涵 看到它 不叫過來 喔不是 馬上買起來 好 這就是 Lebron 16 Edmos Safari喔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這雙鞋 這雙鞋真的我覺得 太經典 太漂亮 太多細節了 待會呢 我們就直接看石川照啦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並按下訂閱 OK 掰掰 拜拜 是的 咱嗝 咱嗚